对这个分享美食美容美酒或是科技产品的体验各项的达人真的要小心 因为现在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说 网友将来如果是在部落格评论产品的时候 必须要揭露说你这篇的文章是不是有收售厂商的金钱 或者是产品的馈赠 否则的话将会开罚最高除以一万一千美元 那么对此台湾网友是大声叫好 希望台湾也要跟进 甚至还建议说连购物台也一并来规范 不过也有人担心说这类的规范恐怕是有剥夺言论自由的争议 说要是我在吃东西路人问我说 我说好吃啊难道我也要证明说我有收店家的钱吗 好来看到这个狗大便